素垂英从澳洲的原野里一路走来 心在古老的生命之藤上攀圆 对生命和生活充满了领悟 他在《寻梦之旅》的后继里写道 最美的生活原来就是永远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最自然的生活 不再无限索取就解开了心灵之家 不再拷问结果就走出了烦恼之门 人生和奥运会一样 最重要的是积极参与的过程 我生活 我奋斗 我快乐 才是善待生命 才是读懂生活 素垂英深深地感谢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 在这里 理解和友善搭起了一座桥梁 是无言的沟通变成了精神的聚会和灵魂的拥抱 他深深地感谢祖国母亲 是北京奥运会赐给他这段永远值得珍藏的经历 为祖国争光 是素垂英的动力之源 他要用自己的余生报效祖国 去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于是 素垂英发起成立了公益机构 澳大利亚中华文化基金会 以传播中华文明 服务中华子民为宗旨 以行善乐人 助威服弱 帮困寄心 为民理得为会训 将人性沟通 爱心传递 友善和谐 真诚互助做准则 邀请梁国林太平绅士做会长 吸纳优秀的爱心人士 共同传播中华文化 2010年 中国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 素垂英出资再办《寻梦之旅》 率领中华文化基金会成员 作为中澳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 奔赴上海是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